欢迎来到晚间九重点新闻最前线 我们新闻最前线要带您来到新竹县这个地方 下个星期六就是选举投票日了 那么晚间马总统还有谢长廷都来到了新竹县要扫街拜票 但是双方短兵相接 而且支持者在大街上直接打了起来 我们将给记者林炳宜 好 马总统今天晚间来到新竹县新风来进行扫街 就是来替党籍候逊人邱进忠来站台拜票 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热闹 那么整条路就像是在进行大游戏 只是没有想到狭路相逢也碰到了前院长现场机 双方人马互相叫嚣爆发 只起冲锁来看稍早的警銜 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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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邱进忠的亲近 邱进忠的亲近 沒有人 老實要暴力 沒威條 先拿起來 放暴力 白武令到國上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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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场可以看到非常的混乱 那么当然现场庭包括彭少景阵营 这一头寡不敌众 而警方刚刚的说法是因为担心双方爆发冲突 所以在马总统团队 在到之前非常久就已经将绿营团团包围 甚至用盾牌团团团围住 那么手拉手不让双方有任何的接触 没有想到引来绿营阵营的不满 那么刚可以看到镜头 就是邱静纯团队的骑士就这样子倒下去 那么打到了这个绿营的头像 那么包括现场很多摄影记者因此都被打到 这是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还给棚内 好 选政即将进入倒数十天 随手最新状况会马上为您来插播